好那么花莲目前的确诊根案总共累计有38例 那么有鉴于外县市接连市爆发移工市群聚的染疫 而花莲也有不少的食材的加工区是雇用了移工 花莲县府记号的上午就来到了花莲美伦工业区来做宣导 也呼吁雇用移工的业者可以向县政府预约快筛 苗栗接连发生静元店移工群聚感染问题 以大理石材加工业为主的花莲市美伦工业区 也是移工密集区 花莲县府7日上午特地前往宣导 呼吁业者定名所属移工休假日留在场内 减少移动不要群聚 也鼓励业者向县府预约带移工到快筛站筛减 第一个是希望我们的业主在假日 尽量不要让我们的移工能出场 另外也希望移工不要在群聚 第二个更呼吁我们的业主跟花莲县政府来配合 来带我们的移工去花莲市的卫生所来做我们的快筛 我们更希望另外还有在外 全国一共有5万多个非法移工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如果有非法移工在花莲的话 我们也希望透过移工的团体 请这些非法的移工也来做快筛 还有我们有一些农友雇佣移工的 也请我们的农友雇主都带移工到我们卫生所来快筛 我相信只要每一个产业把我们的这个劳工还有移工顾好 我相信这边就不会成为我们破口 花莲县目前外籍移工约5000多人 包含产业、制造业、农业等移工2000余人 花莲目前全面开放移工筛检 至常设性的市卫生所筛检站裁检 周末两日已收到部分企业申请 将有移工会陆续分流进行快筛 提醒业者配合防疫措施 接着长方艳获联系报导